好 现在很多人还没结婚生小孩得先找个伴 尤其今天情人节 很多民众是到月老庙拜拜或还月 不过您知道吗 现在有一个美国男子 因为在台湾娶到美娇娘了 要到当初拜拜的月老庙 请求月老分灵到纽约哦 整个响应状况我们连线请记者卢林怡告诉大家 好的 主播我们知道今天是情人节 很多人会到月老庙来拜月老 希望能够求到好姻缘 不过呢 现在竟然有一个老外Patrick 他是托庙方来指脚 要请问这个月老愿不愿意分灵到纽约 让外国人也能一起来拜中国的爱神丘比特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状况 我来老人 我来本领 到美国女儿的那边 是在这美国那边的华人 来招来招牌 求我来老人 一丢就是一个圣杯 Patrick的面子真的好大 原来呢八年前 他就已经跟着台湾的同学 来到这间台中的月老庙要拜月老 那没想到呢之后真的顺利的认识了 台湾的老婆黄小姐 两个人甜甜蜜蜜 原来一切都是台湾月老牵的线 现在他希望把月下老人 请到纽约来做客 能够介绍给更多的外国友人来认识 同时呢 为了要方便介绍 这项台湾的传统文化 他甚至会说 这是东方的爱神丘比特 看来台湾的月下老人 就要在纽约发威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我们把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看来台湾月老人